观众朋友大家好 关心我家园 欢迎收看1月13号星期五的大台中新闻 台中市政府计划将全市100多处已经禁葬的公墓进行迁葬绿美化 位在乌日西南的第三公墓 从104年起开始施行禁葬 地方居民也缺乏休憩空间 希望能够加速来推动绿美化 而市议员陈世凯是特别召集市府官员前往会刊 希望能够凝聚地方共事加快作业脚步 乌日西南地区过去大多为农田未经都市规划 居民缺乏休憩空间 地方民众提议将当地的第三公墓迁葬 并将公墓变更为公园用地来供民众使用 为此市议员陈世凯特别召集市府官员前往会刊 希望能够凝聚地方共事加快作业脚步 我们西南的这个第三公墓 我们希望因为前两年我们已经争取了进葬 那我们希望能够快速的签葬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盖西南地区的第一个公园 那我前几天也有跟我们的林家隆市长拜托 就是说在我们的西南地区没有任何的公园的建设 对西南的居民来讲是很不公平的事情 那市长也相当的支持 我们希望赶快尽快把这个西南的这个第三公墓 能够赶快把它改建成公园 让我们地方的这个民众可以享受公园绿地的设施 乌日西南第三公墓104年开始施行进葬 现有坟墓为781座 但100年到104年间土葬树只有5座 目前将由建设局提出改建需求 升管树进行预算编列 当地居民听到公墓即将变成公园 也都表示相当支持 很好啊 你运动啊 休闲啊 我说老人来这 8到10个都来这 那就可以拖鸡啦 泡茶啦 唱歌啦 甚至要做一个豆豉冠 可以来这些文实功课啊 这最好的工作啊 目前的公司就是说由建设局 他们先提出这个新建绿地绿美化公园的需求 那由我们升管处针对这个乌日这个公墓 我们做一个查估的 就是做一个经费的概算 那如果来得及的话 我们希望能够纳入106年的新增预算 升管处表示公墓迁葬仍需公告时间 未来迁葬补偿金将会依面积从3万到7万元不等 而无人认领的坟墓将由市府代为迁葬 只要地方有共识就会尽速来推动 记者杨宗环台中采访报导